大家晚上好 好久不见 那今天的话 内容还不少 所以我就直接进入正题了 那今天的话 给大家要讲到的是 这个大学申请的asset 那asset这一块的话 是大家可能听说过 是最难的 也是最花时间的一部分 但今天的话就会 我们会来go over到一些细节 那今天的agenda是 首先我们会来谈谈说 为什么applicationasset 这么的重要 尽管说它并不是决定学生 能不能进某一个学校的 唯一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会讲讲看 一篇好的文书 它需要具备哪一些特点 那也是我自己 在看学生的asset的时候 一些标准 那在这一块的话 可能不同的consultant 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其实大的方向 大家都是一致的 那第三个的话 play with applicationasset 我用的是这个标题 但是实际上是三个case study 那这三个case study都 非常典型 对 那希望对大家会有所启发 最后的话 我们会讲到 在写applicationasset的时候 会有哪一些 注意事项 包括说有一些tips 可以帮到大家 可以 OK OK 第一部分 这个我们的大学申请文书的 它具体的作用 那我们知道 现在的大学 大部分的大学 现在都是用的 我们所谓的叫holistic review 那holistic review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整个application上面 所有的information 它只要是学校要求的 你需要地铁的 学校都会把它放在 它的这个decision making的 这个process里面 它都需要去看 那没有一个部分 会是 会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或者是 有没有一个因素 可以决定说 你到 你最后能不能 进入到这个学校 那所有东西加起来 才会影响到 这个学生最终的陆续结果 那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的整个application 它会包括 一些非常 客观的东西 比如说personal information 那这些东西 那你的academic history 这个是 既成事实 已经 就已经在这个地方 你九到十年级的成绩 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那还有我们的test test score 那这个的话 今年的话是optional 那成绩好的孩子 他当然会选择 给学校 如果是test optional学校 他还是会选择 会去report 那 然后就是asset的部分 那asset的部分 是一个 直接的 一个学生 可以跟学校 去communicate的一个机会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有这个 activity list 那在最整个的application里面 学生需要自由发挥的 其实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activity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asset 那activity的部分呢 学生可能会需要提供到 这个每一个activity的description 包括说你自己需要去安排 说从这个顺序上 安排最重要的 和最不重要的方面 最后面 那这个的话 其实对 考究来说 它的description 其实很短 当然这个 学生也是需要在这里面 去提醒自己的价值 那主要的一个学生 去展现自己的地方 其实还是asset的部分 那为什么我们说asset很重要呢 首先一个 它是给你的application 一个生命的地方 一个life asset这个东西是 把学生这个人 活生生的把它呈现在 这个admission officer的前面 那admission officer 他在阅读你的application的时候 他会看到 你的成绩单 这个学生 GPA很好 他很会上很多很难的课 很优秀的一个学生 OK 那他看到你的test score 这个学生 这个 这个 这个考试 很厉害 一个very strong test taker OK 那 他在看你的activity list的时候 OK 做了很多的活动 然后时间也花了很多 那这个added value 也好 但是他其实不会 去知道说 那你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包括说 你在做某些 看起来非常advanced activity的时候 你的motivation 到底是什么 那这些东西 我们就需要用 asset的部分来体现 那所以 这个asset的部分 是一个学生 直接告诉admission officer OK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更重要 其实 那 另外的话 就是 在现在的 这个 college of admission 来说 我上个礼拜 刚刚参加了一个 cornell的这个web 那admission officer 就有提到说 我们收到的这些 我们每年收到的 这些application 大部分的孩子 他除了asset的部分 其实非常非常的相似 甚至说 在现在来讲的话 你一个地区的学生 他的activity 都有可能非常的相似 为什么 他的resource 摆在那个地方 那asset的话 对这些孩子来说 那asset的话 是把你和其他的 和你有相同背景的人 区分开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为什么呢 因为对sports来说 就sports 你可能 两个孩子都在swimming 但是两个孩子 他可能对这个swimming 这个sports 他会有不同的理解 他会对他自己 在swimming 这里面 他可能已经游了 可能不止高中的四年 甚至从小学 中学就开始 但在这么长的一个 run time commitment里面 这两个孩子 可能会对这个sports 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这个的话 就是怎么样去区分 这些看似背景 相似的申请人 的一个重要的图景 就是我们的asset 那还有就是 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经历 这个是有的 当然不是很多 但是的确是有 像我们每年 带这么多学生 也会多多少少 有一些小朋友 会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 一些家庭经历也好 个人经历也好 那这些经历的话 很多时候 他又不属于这个 它没有地方 可以告诉别人 那他可以用asset 这个渠道 来告诉 告诉 Dencher asset 它还是一个 去 Demonstrate Your writing skill 你的communication skill 因为在大学里面 学生需要 有大量的 比如说 writing 比如说做presentation 要跟别人去交流 去沟通的一个 很多的这样子的机会 那你在大学里面 能不能去胜任 一些这样子的task 那要从 potential assay里面 administrate 来鉴定 那最后的话 最后的话 其实是很 预备忽视的一点 就是说 有一些孩子 他可能会觉得说 OK 这个学校 可能是我的 safety school 那这个学校的asset 看起来很简单 只有100个字 150个字 那既然我这么 有把握的话 那我就随便写 写好了 这种事情 是有发生的 或者说 有些孩子觉得说 这个其实是我的 safety school 那我放到最后 最后last minute 再来做asset好了 我先可能做一点别的 那这个时候 你的application assay 你是不是一个 认真的申请人 你是不是把这个学校 当做一回事 那很容易 从你的asset里面 体现出来 敷衍的asset 和用心的asset 是完完全全的 两个样子 所以这个的话 对学校来说 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那这边的话 给大家看到的是 这个美国大学 招生官的协会的 一个report 他们的一个survey 那在他们 对这个200多所 这个高校的 这个招生官的 调查之后 他们公布了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边用洪框框 给大家标出来的 两点 一个是叫 positive character attributes 也就是说 你有这个学生 有没有一个 正面的向上的 一个积极向上的 一个character 那另外的话 我们把洪框标出来的话 就是一个asset 或者writing sample 就是你的文书了 那这两个 为什么 看起来 这个positive character 为什么我会把 这个也标进来呢 等一下会给大家 讲到 那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两点 对招生官来说 他们觉得说 这两样东西 非常重要的呢 占到了 一个是 三十二十六 另外一个是 百分之二十三 那很重要的 是这个 一个是百分之四十四 百分之三十三 那这些学校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些学校呢 OK 这边 这个组织 这个我们的协会 有给出一个 比较detail的 一个解释 那私立学校 我们的私立学校 他们会把 这个更多的 这个重点 放在你的 学生的asset 你这个admission interview 你这个面试 recommendation 学生教的这个 推荐性 你的兴趣 interest 你的活动 activity 和你有没有 做过work 第二点的话 有就是 越competitive的学校 就是越南京的学校 OK 我们的top school OK 我们的top school 会着重看 你的asset 文书 你的recommendation 你的activity 和work OK 这几样 这其实也是 和我们刚刚提到的 一样的 就是说 通过你的asset 要怎么去看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最后的话 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 我们的character OK 在这些招生官的脸里面 asset是最能体现学生的character 学生的这个个性的上是一个指标 OK 那从这个asset里面 他需要去看到他想要的一些quality 所以这就会说 为什么我们的asset会这么重要 那下面的话会给大家看到这个学校的这个他们的标准 OK 那这边的话第一个是cornell 我们的cornell呢 asset他们在他的application review process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application essay是在第一位 OK very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OK 接下来的话 那USC 我们的南加大 也是我们的学 我们加州的孩子 包括说我们学engineering的小朋友 非常喜欢 非常想去要申请的一个学校 那他虽然不是我们的IV或者是top 20 但是对这个学校来说 asset也是very important 我们想说 那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对思想来说很重要 UCSD 我们的大公校 对他们来说 asset也very important 为什么 其实UCSD其实还是挺安静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给大家看到说 不同的这个这个tier的school 他其实都有在很看重asset的这一方面 你看我们有公校有私校 然后我们有IV 我们有非IV的学校 那所以asset既然这么重要 那学校他需要怎样去判断说 OK这是一个好asset 这不是一个好asset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会go over到 什么是好asset 首先第一点是一个最基本的一点 大家可能也会知道说 就像我们在国内上语文课的时候 也要写作文 老师可能会说 OK你这个走题 你这个文不对题 第一点 你要answer the prompt OK 你选择了哪一个prompt 或者说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 学校有些writing supplement 他会有固定的一些题目 那你的回答 有没有去回答你的这个prompt 你的这个内容跟这个prompt是不是match 那这边的话 其实给到大家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这是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一个writing supplement 学校193的writing supplement 那这是其中一个 那而且这一篇是他最长的一篇 OK 这个是 基本上算是一个 whyasset 那这个整个的prompt的话 它其实分了几个部分 OK 首先一个 你为什么对我们的学校感兴趣 OK 那其次一个 no 我们的这个curricular 我们提供给你的东西 会怎么样去support你的interest OK 那在这里面 其实有另外一个隐藏的一个问题 就是 what is your interest OK 所以在我们在看这些prompt的时候 学校把它给 拆开来看 把它直接了 OK 然后再去想说 OK 我要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写的essage 有没有回答到这个prompt 那接下来 这是几个 另外的一些好的asset的一些特点 首先一个 就是说 你的这个asset 我们的asset 其实是基于一个story 我有带过很多的学生 那也有很多的 以前也有家长 有问过我说 那我们家孩子 做了好多的activity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它 所有的比较重要的 比较significant的 都揉在一篇asset里面 答案是no OK 在一篇 一篇好的asset 它其实是从一个story开始 那在这一个事情 一定是 你选择的这个topic 一定是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 在你的整个成长的 这个道路上面 所以这个story 需要做到的是 能够把你的value 体现出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 growth and reflection OK 你可以犯错误 学生 学生都不是完美的 OK 带这么多学生 优秀的学生 average学生 没有一个人 没有学生是完美的 我们成年人 也不敢说 自己是完美的 那但是你在经历了 某个事件 事件以后 你有没有一个成长 你有没有一个反思 这个的话 是需要在asset里面 体现到的 而不是说 OK 这件事情发生了 就发生完了 有些学生会在asset里面 想要说 描述了一个事情后 最后来一个 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然后呢 没了 OK 这个是不完整的 你看 所以一个完整的asset 他需要再去交代 然后说 你对你是 对你的影响很大 so what 那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还想继续 再做一些什么呢 对吧 那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growth and reflection 接下来的话 be honest and down to us 那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为什么 be honest 首先 不要再asset里面 撒谎 如果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不要把它编进去 为什么 因为每一年都有 都有申请人会被audit 但是学校不会告诉你 我要audit你 OK 是你在交完了以后 在整个application review process里面 学校会randomly做一个audit的一个动作 那他可能会去 需要你去提交一些更多的一些材料 他有可能会需要你去 需要跟你的老师去talk 他会去跟你的学校的concert talk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写asset的时候 一定要be honest 那down to earth的话 就是用我们这个比较通俗一点的话 说叫做接地起 OK 那很多很多的孩子会觉得说 我要不要把我的这个某个签例 或者是我经历的某个事情 把它写得很fancy 答案是no fancy的不是那件事情 我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到 就是我有很多的学生 他其实他写的东西非常的 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他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事情里面 他得出他 他有一个 他可以得出他一个自己的一个结论 往后说 他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事情里面 学到很多的东西 那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体现了学生的一个思考能力 OK 比如说一间小事我就不care OK 那下一个 powerfully crafted but not over polished OK 这也是一个 现在来说的话 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而且很很会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呢 十个地方相反 多多少少很多的孩子 都会有这个 这个consultant 包括说 那你可能在学校里面的话 会有一些consultor也好啊 或者是像私立的 有些是私立高中 可能consultor会比较involved一点 那包括说 那在外面的话 可能有一些 姐姐哥哥 可能已经上了大学了 会比较involved 在这个整个process里面 包括父母 那anyway 那一篇好的essay 它需要是用心的 OK 它是有在认真的有去写的 但是不能over polished 也就是说不能过分的去 太去修饰它 过分到甚至到说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在我改完了他的essay以后 过了几天 在他教vocation之前 又送给我一个version 他说 你看看这个essay 他这个我看了一下 我会看上面有大概 至少五个人的comment在上面 OK 然后那一篇essay的本身 已经完全不是 他原来的样子了 那他整个language 我已经 因为我知道这个学生 所以我看完这个essay以后 我会觉得说 你觉得这篇essay写出来是你吗 你平常说话是这样说话的吗 因为他平常说话 不是这样子说话的 那所以我就说 你这个已经polished到 已经不是你自己的 你的voice已经没有了 那你的essay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当然我不会去 一定要这个学生 你一定要教我 给你这篇essay 这个决定由学生自己做 但是我的建议的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的essay 不要去太过分的去修饰它 还是要保持学生自己的一个声音 他的自己的个性 需要在essay里面体现 那我之前的话 也有学生的家长 直接上手帮他改essay 那那篇essay写出来 我一看 我说你这个像一个 这个有着十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 写出来的bundance plan 你把这个交上去 如果我可以看出来 这篇essay不是你写的 或者是有过分的 这个被大人edit的痕迹的话 你觉得 医院医院会看得出来吗 他们每年需要创作的essay 而且他们是经过了很专业的训练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了 最后的话是 我们的essay需要 consistent with the right form of the application 也就是说 你的essay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section 它是你整个application的一部分 它是其中之一 那你的application还有其他的部分 刚刚我们有讲到说 你有personal information 你有activity list 你有这个academic history 你有上过的这些课 都在你的application上面 那你的essay和你其他的部分 是不是matched 那比如说 一个孩子 他可能在activity里面 他有很多 看起来很好的 就是很高大上的activity 然后有research 然后看起来非常involved 但是essay写得非常passive 那这个的话 就是一个典型的 essay和你的application的其他部分 不matched的一个例子 对 那这个的话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但是这一点其实是经常会被忽略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 所以好的essay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到三个例子 那心理大家大概已经要介绍一下 这三个小朋友 都是我带过的学生 那这三个小朋友的话 都是雅艺 还有他们三个没有low income 三个学生没有first 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 爸妈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这个master以上的这个水平的教育 所以我想这也是 其实也是我们大部分学生有的一个background 所以我就特意的挑了这样子的一些学生的案例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学生 那这个学生的话 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觉得 我好像不是在跟一个高中生在talk 我觉得我好像是在跟一个我的同情人 或者至少是这个大学以上的人在交流 那爸爸妈妈有跟他一起去meeting 但是他爸爸妈妈从来不干涉我们的任何的决定 那这个孩子的话 他有两个很难进的这个summer research program 这两个summer research program都是八个礼拜以上的 那其中一个program的这个professor 帮他写了这个写了一封这个推荐信 那这个孩子的话 他从九年级开始 他就有做一个自己的non-profit 那这个non-profit是他完全是他自己一手 包括说从idea到整个的这个跟local的一些其他的组织去联系 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 那爸爸当然很重要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non-profit是一个registered non-profit所以这个需要他的这个监护人去做一些document 那这个non-profit在他12年级的时候 已经有在我们湾区有超过50个volunteer 那他在这个international有两个chapter 也就是branch 可以有两个分布 那另外的话这个孩子同时还在做part-time job 他有一个这个兼职工作 对那这是他主要的一些一些欠品 那这孩子的话他没有他没有的东西去 第一个meeting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不会弹钢琴 我不会任何乐器 我偶尔会跟着youtube弹弹吉他 那我也不会 我的sports不是非常好 我运动身经不太好 那我也我对这个art好像也没有什么天赋 所以他在第一个meeting的时候 就非常open的给我介绍了他所有的情况 优点也好缺点也好 全部非常open-minded的一个小孩 这个口才很好 那你会觉得说 他好像他都不是一个typical engineer 他是一个 他的兴趣是computer engineer 那你觉得你是在跟一个 像一个business妹你要再说话 对非常非常跟他的共同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顺畅 那这个孩子的话呢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这个这个profile 可能也知道了这种一天24小时 他们当了26个小时用的小孩 他的目标当然是我们这个前二十的学校 那他最想进的是这个MIT 那MIT的话 大家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那这边的话跟大家课别一下 那MIT的话 他有他自己的这个application system 他的asset 他没有长asset 他的asset都是短短的 但是他asset比较多 那他有一个majorasset 那这个是最短的一个一百字 那他有一个worldasset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黑题字的这个asset prompt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他有一个这个something before that's not on your architecture list 就是你不在你的architecture list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完全是出于兴趣 就是好玩去做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他的另外一个asset 那还有一个MIT就是community impact 就是像你有没有对 你是怎么样对你的community 做一些contribution 那最后的话 他有个challengeasset 那我们在写他的asset的时候 其实最觉得最头疼的 其实是我们的worldasset worldasset这个东西的话 说难不难 说简单也不简单 其实以前的UCasset 在UC改版到现在的UC 这个四个asset 以前UC是有两个asset 以前的UCasset的话 其中有一个题目 其中有一个题目跟这个一起 非常相像 非常相像 几乎一样 那这个asset的话 说他不难的话 是你看到题目 你会发现 你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你从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或者一个什么样的community 里面来 他可能 你可以写你的family 你可以写你的cultural background 你可以写你的club 然后你可以写你的学校也可以 或者可能在某个地方 做volunteer 但是写下来 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都那样 我跟这个孩子的话 其实我们有达成一个共识 大家其实应该 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sense 一个这样的mindset 就是说 像MIT这样的学校 包括说我们前10 甚至前20的学校 对现在 对任何孩子来说 他都是一个reach 除非你是recruited 你either是作为运动员被recruited 或者是你可能某个奥尼匹克竞赛 拿了金奖被recruited 那其他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 他都是一个reach 那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达成一个共识 说OK 他很难 虽然他的这个孩子的profile 其实非常强 这个我没有放test score 因为很好 满分的这个 满分的这个 这个几乎满分的这个sat GP也不用说了 对 没错 4.0 大概14 14个AP 至少14个AP 但是 但是我们 我们有想到说 OK 这既然是个reach 那我们就 就尽情地展现你自己吧 Just be yourself 那而且我们决定说 我们可能要 就是要把你这个人 变得interesting一点 因为 其实大家刚刚可以看到 他的这几个activity 就觉得说 OK 这是一个非常努力 非常有干劲 一直在高中四年 一直在往前冲冲冲的一个孩子 那我们怎么去体现他 正常的孩子的那一面 OK 那我们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Crossword 就是填字游戏 就是填字游戏 大家不知道玩过没玩过 那这个小朋友的话 他他刻余时间 他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 早上 都会做这个填字游戏 那这个填字游戏呢 是这个 我们有横的 树的 然后他会 每一排 每一列 会给你一些提示一些一些字能 个别的字能 然后你要 你要根据提示 然后完成整个的这个填字 那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签入点 就是说 他的 怎么通过这个填字游戏 来体现这个孩子的这个逻辑思维 OK 这个是我们在他的这篇 MITIssay里面 写到的东西 那 写完以后 他其实 我们都很喜欢这篇 但是 谁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刚才已经说了 太难了 这种学校真的太难了 那 这个孩子最后 最后被录取了 那这个其实是 给我自己 也是一个lesson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 虽然说他的profile很fancy 但是缺乏一些有趣的东西 然后去怎么样去挖掘一些 这个孩子 他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或说 他如果说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你不能在S里面直接说 OK 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 你要不要 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来体现他的这个特质 这个会很重要 对 OK 下一个 下一个 第二个学生 OK 刚刚忘记说了 三个小朋友的成绩都不错 都很好 那这个小朋友的话 他有两个research 这个是十年级之后和十年级之后 他有robotics 非常typical的一个男孩的孩子 这个挺儿子的 那他的sports的话 他是在打篮球 OK 这是一个打篮球的小孩 那最后的话 一个他的主要 特别是这个 community service club 他还比较 英国在这个里面 这个孩子的话 就是总来说 就是这边 学术方面是比较强的 学术方面是比较强的 那这两个summer camp 也不是很容易进 那这个孩子的话呢 给大家分享到的 会是他的这个 Carnegan Mellor Engineering 的这个 essay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篇 essay 尤其是 它是一篇sports essay OK 一般来说 这么多年 看了非常多的sports essay 这个学生的点 无非是这么几个 这个hard work 这个非常努力的训练 这个我的心血 我的汗水 得到了回报 我怎么样突破自我 对 那这个孩子写了什么呢 在他的这个 Carnegan Mellor Math 他写到的是 我 他非常非常诚实 我绝对不是 我们队里面最强的那一个 但是 只要某一个位置缺人了 我都愿意少 OK 这个 我简称这篇 essay 为这个 一个备胎的自我修养 OK 这个孩子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题呢 因为大家可能刚刚也看到说 我们申请的是Carnegan Mellor 包括说他申请了一些 其他的学校 其他的学校的话 很多的 essay 他都需要 这个孩子去写一个 这个one major 那他在major的这方面 他主要的就是这个 research 那他的research 我也跟他聊过 他的research 他是 他是比较机械的去 去去理解一些 一些这个research 的东西 非常technical 那这个的话 就比较适合 用在一些writing software 里面 而不是说放在 main asset里面 当然我也有学生 有把research 作为他的main asset 就是我们的comment main asset 大家看到这边是comment main asset 那main asset的话 这个孩子如果说你对你自己做过的research 包括说甚至你的research 可能是偏engineering 偏computer 他有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很人文的 非常想不到的一些理解 包括说他可能会有做一些 小技能的side project 这个的话 你可以把它做为一个main asset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做一个 writing software的题材 那所以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 写他的main asset的时候 选择了另外一个题目 那我们选择了sports 那这个 这个从sports里面 我们就 就聊到了说 OK 到底有多远播 他其实赶了很多年的篮球 但是 但是他并不是那个 就是很 很厉害的那一个 也不是 他有没有得过什么奖啊 或者是什么most improved whatever都没有 他告诉我说 他为什么能当上 他们的captain 我说 那你怎么当上 你们的captain 然后他就告诉我了 因为 他打过 各种不同的位置 他都打过 别人不想打的位置 OK 他都会去 愿意去尝试 包括说 因为当他 去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他其实需要 不同的一些训练 他需要去 重新再去 调整 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 在这个里面 我就发现说 OK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点 OK 那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篇 他的mei essay 那这个也是 这么多 看了这么多sports essay 以后 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个 一个sports essay 很骄傲 第三个profile 第三个profile 其实 我们大部分的学生来说 都有这样子的profile OK 很typical的一个profile 这个学生 他最advanced的 这个summer program 是cosmos OK 当然cosmos 也是很难进的 但是对 跟一些 research based的program 来说的话 cosmos还是 稍微静一点 那cosmos是他参加过 最advanced 的 那deca 就是他们学校的这个 这个business相关的 这个club 我问他 你在deca里面做什么 他说 做了一个project 大概意思就是 或者让他让一个 想一个这个startup idea 那他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跟bioengineering相关的 一个这样子 然后biology club OK 这个小孩 这个小朋友想学bioengineering 那他也都involved在这个biolog club 也当然这个 就是这个member 那tennis OK 很喜欢打tennis 然后children 这个是他的主要的volunteering的来源 就是这个teacher peer tutor 那这样子的profile 我说实话 在咱们湾区啊 特别多 挺多的 挺常见的 对不对 那这个孩子的话呢 我们来看到他的 USC这个essage 那USC的话能加大 那这边的话 给我们分享到他的 是他的这个comment 我们写了什么 这孩子有个特点 特别nerdy 特别nerdy 他可能是我带卧的学生里面 最nerdy的之一 OK 那他跟我meeting的时候 我记得他都不太笑了 虽然说我觉得他应该是挺开心的 就是某一些moment 但是他都不会笑的 很机械的一个表情 但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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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 但稍微有一些boring 这个不得不说 那这样的一个学生 要怎么样去体现他的这个特质 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边我需要强调的是 nerdy这个东西 它其实不是一个坏的词 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nerdy是不是一个不太好啊 如果我太nerdy了 我会不会就是让人感觉 非常的深硬啊 非常的呆啊 这个怎么说呢 我本人以前其实也挺nerdy的 其实现在也有一点nerdy 但是我觉得nerdy其实是一个态度 nerdy是一个你对很多事情 尤其是在学术相关 最正经事上的一个态度 那我就跟他说 既然nerdy是你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就干脆nerd out OK 我们在他的词里面 直接nerd out 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 他的这个nerdy的这个 但是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非常上一座research的一个特点 Fish 我有问他说 你有些 你有什么事情 你是就是让我觉得说 你是很轻松的去做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他整个人 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OK 他非常非常非常 很多事情非常的认为 非常较诚的一个状态 我说有什么事情 你是非常 就是你做的时候 是觉得说非常舒服 是你非常喜欢去做 而不是说 OK我一定要be the best 这种就是 对海钓来说 是比较难钓的一个 一个种类 对 那他有在讲说 那你就 我说你的nerd out 就是他在这个研究 这个他这个海钓的时候 他会发现 OK这个鱼特别难钓 那要钓到它 你要对这个 你去的地方 它的周围的环境 这些洋流 它的天气 包括说你自己的一些器材 有非常深的一个了解 那他为了这些 就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我们在他的asset里面 就通过通过 通过这个吊汗 如鱼这件事情 去体现这个学生的一个特点 OK 他就是一个nerd 但是作为一个nerd 他还是有他自己的passion 有他自己的hobby 一个non-optimal的hobby 而且他把他的这个nerd的特质 带去了他的这个non-optimal的hobby里面 他把它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nerd不是一个坏的东西 OK 那这边的话 就是给大家分享的三个例子 接下来的话 看三个例子以后 那我再来 到底要怎么去写一个好的application essay 首先一个 我们写essess的时候 不要先去看这个prompt OK 不要拿着这个 比如说这个UC的这个essay essay one UC的essay one是leadership 这个 哎呀 leadership我要挑我哪一个leadership来写呢 这是不对的 OK 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 那我一般是让学生 从他的life开始 你经历了一些什么 我们用一些比较简短的 一些很personal的一些问题 去帮学生去把它梳理一遍 他有过的一些经历 那从这个理念 我们再去发现说 你觉得哪些事情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重要吗 OK 很重要 那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对你很重要 你学到了什么吗 你是不是得到一些其他呢 你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成长呢 在这个阶级上 我们再来确定这个prompt OK 那接下来 我们brainstorming 很花时间 非常花时间 那一般来说 如果是 比如说是UC的这个prompt 这个四个asset的话 可能需要 快的话 一个小时 那个时候很少见的 那基本上 一两个 两个小时 基本是brainstorming 还不一定能做完 很花时间 但是我 我本人 很辛苦 但是我本人还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因为 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会对学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包括说 甚至说是一些 我从八年级开始带的学生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会对他有一个新的了解 包括说 他的一些新的看法 一些他的一些的 在这几年里面的一个 一个我没有看到的一些成长 那这个过程里面 一般是没有家长在info 在里面 这样子的话 学生他会做自己 会更自然 OK 那接下来的话是 Look at the big picture OK 你要看到这整个的big picture 这个也是 我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你的asset 是你的整个avacation的一个部分 一部分 他 他需要去support 和你其他的部分相处相纯的 OK 那 接下来的话 那就是 我们需要这个 在你写完的一些 你的 你的draft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让你不认识 这个 比如说我的同事 这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team review OK 我们有个team 所以呢 我会让我没有见过我的学生的 我的同事来读的这个学生的asset 为什么 因为在我跟学生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已经对这个学生有一些的了解 我会有一些的solution OK 我会自己会有一个认知 OK 这个学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写的asset是这样子的 他想表达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知道 但是别人不知道 admission officer不知道 对不对 因为他其实不认识这个学生 他需要从其他的东西里面 他可能会对学生一定的知道 OK 他GPA很高 这样子 他test score很好 那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邀请我的同事来帮我read OK 念完了以后再告诉我他们的感觉 因为有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真的是 对带了一个学生很多 很久的一个conference来说 他可能不是很容易发现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很喜欢跟我的team一起work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最后一个话 提醒大家的话 是要提前开始 然后要这个争取 要提早完成 然后在submission以前 在教申请以前 你需要对你的asset再有一个revisit 为什么呢 你可能会 你把它放了一个epasset 你写完了以后 把它在那边放了一两个礼拜 你再去读它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这个的话 其实 这个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说 一定要尽早的开始 就像我们自己现在已有的学生 我们第一个workshop 已经在上个礼拜结束了 我们已经gover了整个的application timer 那接下来的话 就已经是要进行到asset的部分了 因为这个过程 短的话一篇asset 大一点的asset 比如说compact的asset 你可能要准备一个月去 如果你真的要有用心的 去做一篇asset的话 长一点的话 可能甚至一到两个月都有可能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翻反复复 那都需要时间 那包括说 那学生还有其他的一些task 他有很多homework 有设置 这样子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早开始 早完成 对 那后面的话 万一有些什么事情 比如说 你的老师可能没有叫recommendation 你的test score没有submit 你都还有时间去做一个补救 OK 那说了不多 今天的就到这里 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 对这个文书asset的解读 那希望家长们 通过今天的讲座 对这个文书 有更清楚的了解 如果您还有 想了解关于我们 更多的服务的 欢迎您致电 或者是加我的微信 那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微信家长群 我们会在里面 公布每周的讲座视频 还有一些干货文章 如果您有兴趣 加入到我们的家长群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 我的二维码 我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 不见不散 谢谢陈老师